今天做一道羊肉手抓饭 材料很简单 羊肉 大米 自然 盐 胡萝卜洋葱 用的是印度长米 这一碗是350克 盐和自然粒各5克 我们还是用的带皮羊排 切成小块 大家也可以选择不带骨的羊肉 但是呢 我比较喜欢带骨的煮出来的味道比较好 这些羊肉是850克 胡萝卜切成筷子粗细的条 好 好 好 鸡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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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米 可不 sure 要放入凉水中浸泡半个小时 锅烧热加入油 下入羊肉 炒至羊肉表面金黄 我们就可以出锅了 洋葱炒至透明 加入胡萝卜 加入自然 加入开水 水量是500毫升 放入炒好的羊肉 盖上盖子转小火焖45分钟 把泡好的米放入 把米均匀铺在羊肉上面 盖上盖子还是蒙20分钟 洗干不出 盖上盖子 盖上盖子 37% 盖上盖子 盖上盖子 我们一开始的水不要加太多 不够的话水可以再多 如果一开始加多的话饭会很稀 一搅拌均匀以后呢 要盖着盖着接着再焖20分钟 大家要注意不同品种的米 吸水就是不一样的 所以大家要灵活掌握 20分钟过去了 我们打开看一下 差不多了 加入葡萄干 继续搅拌一下 盖上盖子把火关掉 再焖最后5分钟 既然是手刷饭 你用手试一下 再看你们排骨肚子非常满满 手加着米饭 记住要用右手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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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